台东南王Puyuma部落15号举办海祭活动 由三个家族Basara'at, Rara以及Arasis 分别在台东大桥北端、太平溪口 以及北南溪口三个地方进行海祭仪式 其中Arasis家族成员一早也聚集在北南溪口 族人依序将煮熟的小米饭以及糯米酒 朝向绿岛方向撒三次 象征对仙人的感谢 也向海里的大鱼旅行千百年来许下的承诺 族人表示相传过去Arasis家族的祖先 曾受困在绿岛 索性当时海边的大鱼愿意帮助横渡海洋 Arasis家族的祖先才能平安顺利的回到部落 当时祖先也向大鱼许下承诺 每年回到当初上岸的地方 将收成的小米分享回馈给大鱼 也代表感谢之意 千百年来家族后代也遵循传统 每年七月回到北南溪口旅行承诺 有了他们的这样的学艺跟精神 我们应该要继续发扬 甚至有把我们曾经的传说 都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告诉我们曾经主人 我们的族人有多么的不简单 我们也要学习拥有这样不简单的能力 族人将新收成的小米洒向海边 仪式简单隆重却也象征被那族人尊重万物生命的 文化智慧 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族人加入 共同将祖先的智慧传递下去 原视讯文章 下个特派台东市采访报道